国人被骗到柬埔寨的案件评传 刑事局等单位破获彰化人蛇集团 该集团以月薪十万元的方式诱骗被害人到柬埔寨工作 而根据警政署统计 全台三月到现在已经受理了三百四十四件人蛇诈骗案 其中又以屏东四十一件最多 另外也传出 有民众怀疑妹妹受骗到柬埔寨的警局报案 却遭到言语羞辱 对此警方也出面道歉 人蛇集团主嫌带着办完护照的被害人 刚出外交领事局就被抓 刑事局等单位清查人口犯于案件时 查获和柬埔寨不法集团勾结的人蛇集团 他们在脸书或IG贴广告以月薪十万诱骗被害人到柬埔寨等国 从事电脑文书博弈机房等工作 专案小组十六号逮捕四名人蛇集团成员 检警初步清查该集团已安排近五十名国人出境 还在嫌犯住处查扣到许多被害人出境前花费的收据 跟记录数十位被害人出境资料的笔记 据警政署统计今年三月至今 全台已受理三百四十四件人蛇诈骗 其中以屏东四十一件最多 其次是高雄三十五件 新北则有三十四件 还传出有家属报警时被羞辱 怀疑妹妹在柬埔寨可能被虐待跟侵犯的哥哥心急如焚 还要面对警方羞辱的二次伤害 对此屏东警方出面道歉 欠缺警觉性及同理心 于过程中有言语不当情示 自报案人认为遭辱 此部分本文局查证属实 已重言加重既过一次处分 受骗案件越来越多 外交部警政署及移民署 已建构跨国救援机制 也再次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不要相信高薪却低技术的海外工作 以免受害 记者陈淮 徐正俊彰化屏東报道